近日有消息表明中国高铁又有新花样 据媒体报道 中国中车负责人在4月9号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上公开表示 中车集团将在未来两年时间里 研制出一款新型可变轨的高铁 并且运行时速控制在400公里每小时 据介绍 这款高铁相比世界名片复兴号高铁 拥有更加智能的控制系统 而且在设计技术运用 以及运营管理都有明显的变化 此外高铁在运行途中 可以根据轨道的轨据大小进行适当调整 尤其是在跨境运输的时候 将发挥重大作用 届时从中国通往其他国家的高铁运载效率 将成倍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 据中航集团称 这款高铁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投入使用 中国铁总高层在官方媒体表示 中铁已经参与了国际标准的修订工作 这意味着中国高铁的标准已经引领了国际标准 这是中国高铁的右翼里程碑 对于中国高铁的发展史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直以来 中国用资金引进海外技术的同时 在各个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革命性创新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从落后到追赶再到赶超 尤其是实现了对老牌高铁 德国乘机列车 日本新干线的跨越性赶超 有日本人甚至一直诋毁中国子弹投高铁技术 是从国外偷来的 但打脸的是 中国高铁走在了前面 更何况中国早期的CRH380和谐号动车组 早就通过美国权威机构的严格审核 有一千项技术专利在美登记在策 至于日本 中国高铁挤占了它原有的市场份额 将日本制造踩在脚底下 日本口不择言也不足为奇 据印度媒体报道 日本和中国为了在印度市场获得一席之地 两国在基建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最后由于日本利用印度对中国的敌意 和极为诱惑的贷款条件 拿下了印度高铁的建设项目 然而一整年过去了 该项目仍旧毫无进展 由于征地影响进度问题 印日炒得不可开交 这一订单很有可能白白作废 毕竟日本对印度高铁项目不再抱有太大希望了 原本是想扩大出口反转一波 最近印度分外眼红中国的高铁技术 妄想空手套白狼频频向中国示好 甚至莫迪都呼吁中国加大对应投资 帮助印度建立科技型金融城市 这是一个重磅消息 中国为何突然宣布北斗系统 同美国的GPS进行如此重大合作 真相揭开让国人骄傲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强国军事回复北斗了解详情